我們現在真的要來把這個LED把它放上去了 不過要麻煩各位養成一個習慣 一個原則最好插上任何的元件的時候 最好是斷電 雖然這個LED燈你這樣插是不會壞 反正而且就算壞的也是薄一聲兩塊錢 我知道你不會痛 但是其他的你就會比較痛 有的有一個便當的 也有兩個便當的有沒有 所以可以的話你先把它電源拔掉 那剛剛有同學在問我USB要插哪一個 你一定要插電話沒有 像我就是插在行動電源上面 因為我們這個板子的後面 你看到這個就是什麼 無線的Wi-Fi晶片 所以它只要有電就好了了解嗎 你可以用行動電源 不過說真的 你如果用行動電源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很大容量的那種對不對 因為它用的電不多 所以如果你用很大容量的 有時候會出現一個情形 一下就燈就熄滅了 為什麼 因為它認為你沒有在充電 然後就是它有做電源管理啊 所以它就會自動就熄掉 所以你看我用的這個 有沒有很小一個 因為這個只有好像兩千兩百萬倍 你們現在都上萬的啦 我都用最小的 用最爛的 但是比較好用 OK啦 所以這個稍微留下 那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以挑一個你喜歡的LED燈的顏色 隨便你 看要哪一顆 反正它都有長短角 那再問一下各位囉 請問哪一個是長短是正極還是負極 因為這個要先會嘛 不會就是會包一聲而已 不會像爆炸 只會輕輕的包一聲 永遠點不亮 長短是正極 短短是負極 所以 長短要接在哪裡 以我們這邊來講 因為GND在下面 那你說接15行不行 老實講是可以 但是你接15的時候 三色LED燈 有一個顏色也會亮 因為這個是有毛毛蟲的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我為什麼會告訴你說 你可以劈腿一下 因為你可以稍微把它拉開一點點 我剛剛不小心這樣錯的 是這樣子喔 有沒有 長的是正極 所以你把它接進去 那你不用害怕 那你就慢慢往前推 推到底 但是也不要太暴力啦 推到底 不會動就好了 這樣子呢 就OK了 那麼你接上去之後 我們先確認一下 如果你要插上那個電源 你看一下燈號的狀態 你插上之後 它會先亮紅燈 閃爍開始在找Wi-Fi訊號 如果有找到 紅燈會熄滅 有沒有熄滅 那有連上會亮一下綠燈 然後就沒了 就永遠保持暗了 這樣了解了 這樣就表示有連上 如果你插上去之後 它一直亮紅燈 就是閃爍完之後 一直亮紅燈 表示它沒有接上我們 HOMELAND還有Wi-Fi 就是你的網路連線是有問題的 那如果有的 我過去幫你看一下 好不好 好吧 來還給你囉 大家都確認好 都已經 視覺上看起來OK的 有連上線之後 現在就是要 靠後面 你們後面那個號碼囉 因為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開發板這邊 來先收起來 右上角這裡 右上角這裡 我先把它停掉 右上角有沒有一個閃電 你把它按一下 這個就是用來幫你確認 設備上有沒有確認它真的連上來了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我就打上這個 我的號碼 但是要注意一下有分大小寫 如果你跟我一樣 變成 有沒有 打完這邊綠燈 就表示 設備已經連上線了 那麼 待會你要拿到這邊來的時候 請不要在這邊再打一次 就是有人會打錯 所以請用複製的 是不是就可以複製 然後拿來這邊貼 這樣了解 OK齁 好 你先試看看 如果你已經準備好了 你就把上面這個 你可以按成Smart 對不對 然後呢 你換到Smart之後 很抱歉 裡面就沒有模擬器了 因為我們板子只有一塊 對不對 好 就是Wi-Fi 那什麼叫WebSocket Wi-Fi跟WebSocket差在哪裡 如果你的 就是 是用所謂的區域網路 還是可以上網 但是你的 用區域網路 想要去連接我們的Wi-Fi 那個Smart 也可以 你可以用所謂的WebSocket 但是它有一些限制 所以你要比較完整的功能 還是建議各位用Wi-Fi 因為這樣就連到所謂的網路上去 然後再來就是你後面的名稱 這次是完整的 就不要再一二三次喔 一二三次沒有人理你 就是要你把剛剛確認這個好的 就丟進來 這樣了解了 你就可以像這樣 那你就執行看看 剛剛那個程式應該就會成功 來 還給你囉